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每一年当中在整个国家各个地方都会举办三十多次的贪赐节 所以政府非常方向大家给予我们这样的自由 我们要知道Krishna知觉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这是一个和平的文化运动 这是一个和平的文化运动 正如我们今天晚上在座的有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人士 而我呢是来自于英国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于中国的人们 但是呢还有来自印度的人们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但是我们在这里都是同一个家庭 所以我们要向我们的社会来展示如何在多样性中创造统一性 这是我们Krishna知觉运动的使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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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呢我们在这一方面能够取得更加长足的进展 我们希望呢我们在这一方面能够取得更加长足的进展 Malaka is a cultural center 它是一个文化的中心 它有很多古老的历史 Krishna知觉运动也呈现了这个渊源流长的文化 使人们能够和平地聚在一起 让人们能够和平地、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在中国人们把动车上面放上和谐的地方 他们可以说两个字 所以和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也想要这样的和谐 我们也想要这样的和谐 我们也想要向人们展示如何活动和平地和平地 让人们展示如何能够一起和平和快乐的生活 但是我们的困难之一就是住宿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想建设Krishna的房子 在欧洲和美国都有Krishna的房屋 在印度也有Krishna房屋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需要有Krishna房屋 尤其是对学生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做一个学生是很容易的事情 他们要远离家庭 他们可能会受到毒药和其他不良习惯的影响 但是如果他们生活在灵性的生活当中 他们就会受到保护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为人们创造出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一种氛围 这是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贡献 或论一下 谢谢 谢谢 召唤 谢谢 いる